朋友们好,我是李南央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3月14日 是我联播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的第11期 请听新的一章 回到大陆无家可贵 我最后一次回家住应该是1998年 女儿高中毕业回国开音乐会那次 再下次回国提前打电话到家里 父亲说,妈妈说我们都老了 家里地方太小 你们回来不能住在家里了 你看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的 我们自己找地方就是了 后来我们在大姨家住过 在迦南家住过 在22号楼旁边的国共拼馆建成后 每次探亲回国就住在那里了 父亲是在2003年10月 朱叶那次决定安装起搏器的 也就是那次住院 李源潮到医院探望了父亲 张玉珍恰好也在 再次提出解决2002年7月 借调到中组部给父亲开车的 他的女婿张满起转正的问题 李源潮一口阴影下来 随着满起正式调入中组部 张玉珍又向部旅提出 在22号楼为李瑞的司机 也就是他的养女一家解决一套住房的要求 父亲2004年9月3日的日记中既有 同满起父母到附近一家酒店一起晚餐 小林搬新居请客也 也就是说 应该是在这一天前不久 张玉珍的养女中小林和丈夫张满起一家 搬入了22号楼一单元6层腹部级的三水厅 我2004年10月9日回国前 父亲在电话中高兴地告诉我 这次可以住在小林子那边了 他跟张玉珍说好了 那个单元中流出一间 平常可以当他的书房用 在那里躲客人写东西 我回去就让我住 那次回京完成了一件事情 10月14日 我去机场接来了 旧金山湾区华语26台专题节目 画跃地平线主持人史东先生 第二天 他对父亲做了整整半天的采访 之后 史东先生连播了三期对李锐的专访 我10月20日离京 与钟小林一家相安无事 同年12月 我和T中一起经东京回国 20日到了北京 我还是住在钟小林的单元 T中住在他的父母那儿 这次住出了事物 父亲在日记中记下出事的确切日期 2004年12月24日星期五 午饭时同小妹一起谈到妖妖 妖妖就是我的妹妹 就是我父亲最谈爱的小女儿 并看近日同奇母照片 不料晚饭前同玉珍别扭起来 晚上我还发了脾气 那天午饭时发生的事情 我还依稀记得 听到父亲又弹起摇摇 张玉珍说 你那么想你的那个女儿 我给你找来 父亲说 你有那么大本事 张玉珍说 怎么没有 不信 我给你找回来 父亲哈哈一笑 你真找回来 我给你一百块钱 父亲没当真 以为不过是个玩笑 没想到当天晚上 张玉珍因此大闹了一场 恰巧头一天 在父亲的要求下 我将放在钟晓琳 单元水房里的树洗用具 拿到了父亲这边 阿姨用的洗手间 因为父亲告诉我 张玉珍说 我每天洗两次澡 小林身体不好 吵得他们睡不好觉 我说 我哪里会一天 洗两个澡啊 父亲说 我知道我知道 你每天早晚 在我这边洗漱就是了 晚上要是洗澡 就在这边洗过澡 再过那边去睡觉 我心说了 爸 你也真是不心疼 自己的女儿 十冬腊月洗完澡 从露天通道 过到那边的单元 不是找着让我生病吗 想着不洗算了 嘴上回答说 行 就按你说的办 第二天一走 我过到父亲那边 阿姨的水房 正在刷牙洗脸 父亲悄悄地打开了门 直指正对着 他的书房门 示意我洗漱完后 他有话要对我说 父亲的神色 让我觉得出了什么事 匆匆地擦在脸 就赶紧进入书房 父亲示意我将房门关上 让我坐下后 开了口 昨天晚上 他跪在地上 大闹了一场 问我为什么他们一家人 如此尽心地伺候我 可我总要惦记自己的女儿 还逼目我 为什么就是不肯说一句 自己女儿的坏话 这次他闹得太 岂有此理 我没有理他 让他跪在那儿 一直闹到三点钟 我看实在是太晚了 才把他掺起来 劝他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了 自从我们分到住房 将家具全部搬出 父亲的公寓后 张玉珍就和父亲分居了 他住在向阳一面的大屋 睡的是一张双人大床 靠露天走廊的北屋 原来是父亲的书房兼客房 成了父亲的卧室 一墙的树柜 一张写字台 外加一个衣柜余下的空间 放置着父亲窄窄的 小号单人床 父亲从床上滚下多次 张玉珍也不避讳 谈发生的事故 只不过匪夷所思的 变成炫耀 他对老李多么关怀 老李半夜摔下床 他都能听到 立即跑过来晚服 我提过几次 给父亲换张大姐的床 张玉珍指引我说 父亲不愿意换 我当然不能坚持 家里的事只能他做主 还是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 我守在父亲的病床边 同24小时服侍他的小鱼聊天 他告诉了我各种缘由 一次 钟晓玲和张玉珍 进了父亲的卧房 他恰巧经过门口 看到钟晓玲在张玉珍的指点下 拉出父亲小床下的抽屉 里面竟是装的满满的字画 小鱼说不能换床 换了就让老头子看到床下的东西 我惊恶的无以复加 亏他们想得出这种灯下黑 父亲的日记中记述过 他看到张玉珍碧柜里的藏物 2013年9月16日星期一 小鱼和满起整理玉珍房间的碧柜 清除30多瓶酒 以及几十和人参之类 都是多年来接受的礼物 意外的有京中两后本正本桥的书画集 以及陈双碧送的白玉慈小佛爷 陈双碧是帅帅的秘书 还有维纳送的两块手表 括号上有许多围棋 括号白了 还有钢笔等 扯远了 回到哪天 父亲很伤感 神车黯然的叹道 我这一生啊 我的这两次婚姻啊 幸亏有你这么个女儿 要不我这辈子有多窝囊 我能说什么呢 只能安慰他说 他没有生过孩子 理解不了骨肉亲情 你原谅他 正说话间只听咚的一声 书房门被张玉珍一巴掌推开 我和父亲都愣在了那里 张玉珍指着我的鼻子 骂开了 这使得我 已经不是29岁的那个 刚刚从山沟里出来的小工人了 他骂他的 我只当没听见 只是一个劲儿的好言相劝 记得我说了 六四后 他准备和我爸一起坐牢 我感谢他 我的亲生母亲 做不到这一遍 我说 妈妈 以后你心里有气 尽管冲着我骂 不要再和老头子吵了 他年纪大了 心脏又不好 真有个好歹 与你又是什么好处啊 他喷着痛不心的冲我叫 你不要叫我妈妈 我恶心 我还是说 妈妈 是我不好 我过去年轻不懂事 我诚心诚意向你道歉 以后我哪点做的不好 你尽管骂我 千万别再这样跟我爸闹了 你们岁数都不小了 都经不起这样的潮 总算把他安抚住了 离开书房 到饭厅去摆早饭 我刚要跟出去帮忙 父亲拉住我 小声说 你再对他说一遍 将来你什么都不要 东西都是他的 我在饭桌上 照样说了 妈妈 你放心 将来爸爸不在了 东西都是你的 我一样也不会要的 张雨珍放下网筷 高声地用他特有的陕北枪说 我15岁就参加革命 我革了一辈子命 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能宽容 他对金钱物质 超出我能理解的欲望 我能宽容 他不允许父亲留给自己死女 一点点亲情的霸道 但是拿出老革命的招牌 来给自己撞门面 这太过分了 那一刻我很难过 有一种要有呕吐的感觉 陕北农村和他一样 走进抗大的农民中 有多少人牺牲在战场上了 没有能够等到戴上 隔了一辈子命的桂冠的这一天 你活过来了 你过着比中国尚有千万计的 贫穷的农民 好得多的生活 你不再去想为如何改变 他们的生存状况 做些什么也就罢了 你对我父亲的亲人 毫无道德可言的行为 我不与你计较 但是怎么可以想出 我隔了一辈子命这样的话 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我彻底的崩溃了 吃完饭 我和父亲回到他的书房 我对父亲说 我说了 你也听到了 他说他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说这种话 以后绝不会再说了 父亲连说 好好 我没有从父亲的脸上 多出一丝一毫 对张玉珍的吻色 爸呀 爸呀 你这是怎么了 心中涌出了 无限的悲哀 钟范石 满起过来了 大姐 我把东西给你拿回去 这样不好 不由分说 将我放在小鱼洗漱间的用具 拿回了他们的单元 张玉珍说 小鱼怪我不该说他有病 埋怨我一家人 好好的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说 剩下的在北京的日子 我与满起一家相安无事 但是自此以后 我再也没有回家住过 这里录下 我与大表姐的几封电邮 比我现在叙述要准确 清晰得多 大妹 你好 照片收到 多谢了 那次大吵的起因 据爸爸说是为了妖妖 头天中午 我在家吃饭 饭桌上张阿姨主动提到妖妖 说如果我爸爸非常想妖妖 她可以设法起的联系 让妖妖来见爸爸 爸爸问 你哪有那么大本事 如果你真的让她来 我给你一百块钱 爸爸显然以为她说着玩的 我当时听话听音 以为她是想告诉我 你别以为你爸喜欢你 其实她最喜欢的是妖妖 我什么也没有说 后来爸爸又对我说 张阿姨的女儿请我晚上上厕所 吵她们睡觉 又说我早上起得太早 闹她们睡不好 让我早晨 树洗和洗澡 在她那边 晚上只在那边睡觉 我答应了 当天晚上我没在家吃饭 回来的也很晚 因此不知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早上 我去爸爸那边的小洗手间洗脸 你应该记得 正对着 门正对着爸爸的书房 爸爸听我来了 悄悄开门 对我做了个手势 让我到她书房 有话对我说 我进去 她说他们昨晚空前的大吵了一次 她说她先是训了小林子 具体内容没有告诉我 我猜是为了我的事 因为当初小林子一家搬到隔壁单元是 说好其中一间平时 她在那里躲客人 我回来就让我住 小林子的态度显然是不愿意我住 也许爸爸为此生了气 说了她 爸爸没有细说 后来怎么样 只说她没有吃晚饭 晚上张阿姨过到她的书房 跪在地上 大哭大闹 说原来你还是想着妖妖 想着你的女儿 我们全家对你那么好 怎么就换不来你说一句你女儿的坏话 你一提妖妖 你就想见 爸爸觉得 本来是她先提了妖妖 这不是无力取闹吗 就任她跪在那里哭 没有理她 她又说了很多我过去如何如何 我正在向爸爸解释 她也曾向李普夫妇说过我 可是他们的女儿 根本不相信说的那些话 比如提中要打她 我们派人来打她之类 这时张阿姨推门进来 指着我妈 就像当年我妈一样 一一隶属那些 根本不存在的我的罪状 不过我听明白了一件事 她逼着我爸说我不好 我爸大概不肯说 因为她翻来覆去的说 李瑞你没良心啊 我们一家人对你那么好 咱们就不能画过一句 你说你女儿不好 你的女儿就那么好 就那么心肝宝贝等等 事情的起因 似乎还可追溯更远一些 她背着爸爸 拿走了爸爸的一幅 齐白石的画 去年 王深深到北京 就是那位在莫斯坦市 爸爸结交的年轻画家 说记得爸爸有一幅 齐白石很好的画 说现在大概值五百万 想再看一看 爸爸很高兴 让张阿姨去拿 结果张阿姨说不在了 爸爸当时很下不来台 正好去年夏天 毛毛和她的一个美国同学 回国过暑假 我也陪他们回去了 中间要去上海玩 就住在王深深家 爸爸将此事告我 让我向王深深解释 说张阿姨拿走那张画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给爸爸买个别墅 让我和深深商量 具体怎么办 我就如实跟深深说了 回来后 我转达了深深的具体 卖花意见 结果张阿姨又说 不买房子 要钱 我说 那就不如留着活 不要急于卖 他坚持要卖 还说如真能卖五百万 给深深一百万 给我一百万 我当即说 我不会要这个钱的 我爸爸问他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他说 你别管 就出去了 爸爸对我说 我才明白 他是要钱呢 我安慰爸爸 你也要理解 你万一不在了 他确实需要钱 不要怪他 我一句 他的坏话都没说 没想到 自此 张阿姨不止跟一个人说 我想要爸爸的花 爸爸还告诉我 他居然还说 忙忙想要这幅画 我问爸爸 这种画你也信 忙忙连我们的钱都不要 上一学员自己贷款 他怎么会去想要你的钱 再说 他根本就没见过这幅画 可能连齐白师是谁都不知道 爸爸还告诉我 张阿姨逼着他写字句 说将画送给他 爸爸不愿意 说 不是已经说好送你了吗 为什么还要写 张阿姨说 我这就是要你写下来 我告诉爸爸 其实 这些都是老百姓 能够理解的事情 就是你这个大知识分子 搞不明白 为了你自己 有些事情你可以做 有些事情 你不可以做 爸爸让我当着张阿姨的面表态 我什么东西都不会要 让他放心 那天早晨在饭桌上 我说了 张阿姨立即说 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15岁就参加革命 等等 我觉得特没意思 就没再多说什么 我后来征求了一些老人的意见 他们都不让我写公证 放弃一切激情权 他们说 知道你不会要 但是为了你爸 为了你还能回去看你爸 你也不能写 我去告诉爸爸 爸爸 你也听见我告诉他 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 你也听到他的回答 他对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以后这话 我不会再说第二遍了 我不要你的东西 那是我的事 但是他没有权力要求 一切都是他的 你一定要记住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我觉得爸爸似乎听明白了 我要说的话 我不能说得太直白了 一来怕他伤心 二来他毕竟要靠张阿姨照顾他 他这么大年纪 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为了这些 闹得没有太平日子过 太不值得了 我想因为张阿姨有了紧迫感 才会越来越不愿意我回家 就怕我爸爸会给我留些什么 即使我告诉了他 我什么都不要 他也不会相信的 正因为如此 我也许还有可能再进那个家门 如果我写了公正 放弃一切遗产 我这个人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了 他也不需再防着我什么 会像二十多年纪一样 拍着桌子用最难听的话骂我 不需我进这个家门 但是我知道 爸爸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帮助整理 他的那些来往的信息 我每次回去整理一些 还没有来得及 全整理完 拿回美国城门 龙丹子狱中原件 爸爸已给我 拿到美国 我也还没有做好最后出版的工作 因此 我还必须保证自己能够走进那个家门 再说 我也觉得我爸生命的最后时光 如果他所有的至亲骨肉 都不能和他亲近 他也未必就幸福 你说张阿姨心疼我爸 我现在开始对此怀疑 他总说有人想暗杀我爸 果真如此 为什么他一直让我爸住在靠敞开通道的那间背阴小屋 而且是小床 自己住在向阳的大屋 大床 有人想害爸爸 从通道的窗户 不是太容易进来了吗 事情不是一朗句说得清的 希望你能了解个大概 等待你寄来的信件 保持联系 小妹 2005年5月8日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